我们今天的节目 欣赏哦 因为我们今天呢 邀请了我们的超级美食家的好朋友 陈匡明 陈匡明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 喝片意大利 2 品种漫游 我应该正确是讲说 喝片意大利 part 2才对对不对 part 2品种漫游 可是我刚才讲的不行 我一定要让大家有深刻的印象 喝片意大利 2 喝到2 品种漫游 好了 邀明 我们在介绍新书之前 要来先做一件正经的事了 我来拿着 不是 这不是正经的事 正经的事是 酒后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未满18岁 千万不能喝酒 好 大家正经的事听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现在要开始开课了 开课就是带大家去喝 意大利葡萄酒 是的 欢迎我问你 你这样喝酒 这样在这个酒国穿梭这么多年 意大利的葡萄酒 在台湾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地位有改变吗 一点点吧 一点点 可是我要老实告诉你 我其实喝到意大利葡萄酒的机会 比以前多很多 多很多 对 多很多我相信 但是多很多并不代表大家的 地位很高 对 是的 可是问题是 台湾的消费者 还是说台湾经常去外面吃西餐的人 在现在其实习惯有改变吗 比如说在面对要选择葡萄酒 来搭餐的时候 会很固执一定要法国吗 还是很固执一定要什么样的价位吗 还是怎么样 所以让意大利葡萄酒 它就可以有机可乘 就进来咯 我认为我个人的浅见是呢 第一个台湾现在的葡萄酒消费者 确实比以前整个要年轻很多 所以呢 大家的印象啊 其实是有改变的 心胸开阔了 没错心胸开阔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再来当然意大利的美食是全球知名的 所以意大利的美食实力本身就非常强 那你也看到台湾现在的意大利餐厅的数目 我相信比以前也是多了很多 所以连带的意大利酒的能见度也相对的比较高 但是就像我们刚刚的主题 就是说 雅雅问我说 是不是大家对这个酒的印象有比较好 地位是不是有比较高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可能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倒是觉得很有趣的是 我去了一些餐厅 尤其是意大利餐厅 他们只坚持卖意大利葡萄酒 我觉得这个很好 没错 这本来就是一个 我们看到欧洲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所谓地菜跟地酒 比方说你去布尔多 你去布尔多吃它的什么红烧炉的时候 你当然就是配布尔多的红酒 虽然它是海鲜 所以当地的菜配当地的酒 这个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意大利餐厅 当然它专门销售意大利葡萄酒 这个也是一个跟它的菜系本身 就可以很好的融合 那同时意大利葡萄酒 本来就是意大利美食文化的一环 我们一定要跟大家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意大利葡萄酒 它不是单独存在的 你去意大利旅游 你也会发现所有的人 他不是说 虽然他们坐在那里酒吧聊天 也会开个酒 也会这样喝两杯 配一些什么小坚果 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对他们来说 葡萄酒绝对是餐桌上的伴侣 就是餐就必须要酒 酒是餐的一部分 所以在意大利餐厅里头 有意大利葡萄酒的出现 或者说绝对会跟着 意大利葡萄酒出现 我觉得这是非常棒 甚至我们也要提醒 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当你在品尝一款 意大利葡萄酒 你如果觉得 这个酒喝起来 好像我不是那么喜欢 或者是说我觉得它的口味 是不是有点过于怎么样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 先不要着急下定论 这时候你拿出任何一个披萨 或者是什么同行酱 意大利面 或者是搭配一个食物 你就会完全改观 你就哎呦 这酒怎么变得这么好 这么棒 然后跟我的食物可以这么搭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时候 误会意大利葡萄酒了 我应该是讲说 我们台湾 就像我们台湾有一些 像一些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饮食文化 都是跟外国联系在一起 然后可是一开始就歪掉了 就比如说大家在喝 这个葡萄酒的时候 我不知道会不会大家会这样 就早期的时候 你心情都不能放松 不能放松的原因 你就想 这个酒是哪里来的 多少钱 然后它的风味如何 我会不会赶快拍酒标 你知道我要做功课 我要怎样 想很多事 对想很多事 可是我自己倒是认为 我每次只要在意大利餐厅 面对意大利葡萄酒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放松的 没错 它那个感觉 不是说我来挑战你 你懂我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类似这样子的感觉 它就是很high 来来来 不管谁来都好 只要你先愿意开放心胸 我第一本书的时候 第一本意大利葡萄酒书的时候 其实里面有提到过 这样一个环 就是一个场面 就是说 其实去意大利大家 最要记得两件事情 就是你一坐下来 你进餐厅要点菜 对不对 点菜之前 它会先你红的还白的 也就是说关于意大利酒 你只要知道 你是要选红的还白的 就OK了 像在选那个气泡矿泉水 或者是矿泉水 没错没错 冰的或不冰的水 类似像这样子 你要有泡还没泡 对对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我跟你讲 它打圈你不要突然间停下来 我会吓一跳 我会被你吓一跳 你就讲完 对 没问题 第二段六分钟 来 三 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 陈匡明 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 喝遍意大利 吐 品牌漫游 品种 对不起 对不起 品种漫游 我已经吐了 所以 喝茫了 喝茫了 等一下我们回到 刚刚上一阶段了 听众朋友 我们回到刚刚上一阶段 因为我觉得实在在讨论酒的这件事情 台湾人实在是很认真 对 你认同吗 所以大家会给你认真讨论每一支酒 可是我觉得在面对不一样的饮食文化 还是面对不一样的用餐环境之类 其实酒带来的目的其实非常简单而明确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对意大利酒情有独钟的一个 原因之一 也就是说我特别的被他们吸引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基本上就是同一类人 同一挂的 对 也就是比方说我在这本新书里头 我的序的这个部分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解释说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意大利酒 为什么非意大利不可 对 意大利人他对酒的喜欢并不是说 就像刚刚瑶瑶讲的 你看到要很崇敬 然后这是什么产区 然后什么法规怎么样 这些一切都不重要 他们强调的其实也是你喜不喜欢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你去到一个餐厅坐下来 先为你红的还白的 对不对 甚至你如果不知道 那也没关系 对 那也没关系 甚至也有粉红可以选啊 对不对 而且不一定非白不可 就一开始起头也不一定非白不可 没错 没错 你也可以一开始就喝红的 对啦 所以说他们对这些东西 其实没错 最重要它是要帮助你什么 享受生活吗 对 你的重点是要让你的食物怎么样配得更好 然后有这个酒的搭配 然后酒也因为有了食物让它更美味 所以他们强调这是一个 我觉得是在意大利人的血液里面 的一个文化基因 所以就这一点 然后我们来去试图去理解意大利葡萄酒 然后大家就会发现 或者透过这本书大家 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 就是说 意大利葡萄酒其实重点不是什么产区啦 规范啦 什么DOC DOC 这就是我要问 这就是我要问匡名的问题啦 就比如说也有人就告诉我说 这是意大利酒王欸 我其实有好几次 因为大家知道 就按照就是我是美食家嘛 我走到哪里 大家都想给我吃最好喝最好 然后我好几次都有碰到 就是请客的人就说 这是意大利酒王 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印象之类的 那可是我就会发现说 酒不酒王好像不是重点 对不对 那可是问题是 这个其实是一般消费者的态度 可是在问陈匡名葡萄酒专家的时候 我们对于意大利的葡萄酒 真的是放开心胸 随便喝吗 还是我们也要有基本的认识 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品种漫游 对不对 而且这是第二本 没错 第二本 这是第二本 意大利葡萄酒书的 2 2 对2 part 2 不能再开玩笑 到人家都要去找2的这本书 part 2 它还是有一些东西 大家要知道对不对 从品种开始 没错 因为品种我想对很多 比方说对美食啊 或者对葡萄酒有兴趣的人 都会试图从品种当做一个入门的方式 就觉得说从认识品种开始 那是一个很好的分类 对 那这个主要是比方说 我们知道有新世界的葡萄酒代价 它酒标上都会印的葡萄品种啊 比方说什么Mellow啦 什么Sauvignon Blanc 你一看就知道 对 那意大利呢 它很有趣的是 它的葡萄品种可能有五六百种 有婚了吗 没关系 但是你说我都不认识 没关系 所以我想提供的其实是一个进阶的方式 也就是说 透过这样一种很轻松的方式 然后你有一个捷径可以去试图理解 但是它并不是要给你压力 所以你也不可能 老实说我自己都可能背不了五六百种 我可能经常看的可能几十种 五十种常见的不常见的 一百种我大概知道 但是还有其他那么多呢 而且他们有很多复杂的绅士 这本书里其实也有一部分 有在做一些说明 看得会头晕没关系 先跳过好不好 大家先看第二种 我觉得意大利人好棒哦 就比如说大家知道 葡萄酒的世界里面 有几个品种是 消费者很喜欢耳熟能详 对不对 可是意大利人没有啊 他不甩你 对 不但是不甩你 意大利人我就是这么多 我也不要归纳整理 你知道我也不要专心 种流行品种 我也不要 没错 没错 其实他刚刚就 邝宁在讲说 有五六百种的时候 我忽然间有一种 自由奔放的感觉 是不是 你懂吧 你懂对不对 因为当他只有五种的时候 你觉得我 我必须得记住 对 但当他有五百种的时候 OK解放了 你完全从那里头条条 邝宁你不需要了 而且我觉得 他们也不在乎这个东西吧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因为很多人也会对葡萄品种 也有一些迷思 比方说 比如说什么品种 一定要有什么风味 对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 一个连连看的想法 或者是说 A品种 是不是就比B品种更伟大 你知道 就有些人 你知道很强调伟大 我听到伟大 我通常都很逗端 然后想说 伟大 是 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伟大 几个酒伟大 因为这个伟大 应该是对应到 它的价钱吧 声势吧 之类的东西 之类没错 对啊 就之类这样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 也都是人为操作 很多 没错 对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意大利葡萄酒 最真的 而且也最美的 最棒的价值 其实是他们有很多 独立的小的生产者 比方说 我在书里也有提到 我亲自去拜访的一些 他们很多是一些 酿出非常非常好的酒 甚至他们过去 其实也是 把他们的葡萄 提供给那些最有名的 你听过的酒商 做原料的一些生产者 但是现在因为 比方说 逐渐产业结构有改变 他们也开始生产自己的酒 而且他们等于是有自己的品牌 没错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下一阶段 再来问匡名 五六百个品种 然后这么多酒庄 他到底要怎么样挑选 他的采访对象 放进他的这个书里面 喝遍意大利 Part 1跟Part 2的品种漫游呢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要怎么挑选呢 来 到底是谁吸引了程康明的注意呢 好 来 3 2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好朋友 程康明 来跟大家聊 喝遍意大利 Part 2 品种漫游 诶 康明 可以聊一下 你第一次跟意大利葡萄酒的 美好的卸购吗 你记得在哪里吗 在台湾还是在意大利还是在法国 第一次 对呀 因为老实讲 在早期的时候 写葡萄酒的人 当然都是以法国为 为中心点啊 不是吗 你一定是跑去意大利玩 做了什么事 你知道 对不起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上位 上位是不是 那所以等于是对于意大利葡萄酒 逐渐逐渐沉迷 是这样子吗 我现在可以回想起来的 我对意大利葡萄酒的美好经验 我猜可能是我第一次喝到产自 Veneto 就是意大利东北部 有一种叫做阿玛罗内的酒 那种酒也是价格非常的贵 然后呢 重点是 因为它用了很多风干葡萄来做 所以它的风味通常特别浓郁 然后带一点甜美 所以就是一个很香浓 有劲的葡萄酒 那在当时我一开始学习葡萄酒的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我一开始也有很多机会 接触了比方说波尔多啦 或像布根蒂那些最好的葡萄酒 但是我记得可能那一次 我第一次喝到阿玛罗内的时候 确实有一点震惊 有点震惊 就说哇这酒怎么这么好喝 那种好喝 因为它是甜的 好入口 对好入口 然后又风唇 就是味道醇厚 然后带一点点甜的感觉 并不是真正说有含糖那样子的甜 而是因为它风干葡萄的关系 它的糖分确实是比较浓缩 所以我想那时候的确是觉得 好像这个跟其他的都不一样 那种感觉 它是比较突出的 那当然之后就有更多 去更理解意大利葡萄酒的机会 那慢慢慢慢 比方说像现在 可能现在你在问我的话 我不见得会认为说 阿玛罗内是我特别偏好的 一个葡萄酒的类型 最喜欢 对 那但是我想就是说 意大利葡萄酒 我认为它最棒的魅力 就是它是那种打动人心的 就是你可以 喝第一口就打动人心 没错 它是跟你诉诸你的情感 而不是你的理智 你知道吗 很多人比方说特别是男性 男生可能喝酒 哎呀我要看分数 我要研究 然后动不动就 哦这是老陈35年 然后放橡木桶 什么十位值的一个什么表格 然后要测试自己的舌头 然后没有还跟你说 这个酸度是多少 含糖量是几克 然后放 男生喝酒这么疯狂 对然后放比方说 225公升的大橡木桶 15个月 然后放小橡木桶多久 多久 意思怎样怎样 太一定是理科的 我已经快晕倒了 OK我 我在乎的也只是说 我不管它放橡木桶放多久 但是我在乎是 它现在表现出来的风味均不均衡 然后比方说 它的橡木桶的味道 是不是有跟它的果味是相称的 还是说有时候木桶味道会过多 但是男生不会 他们很喜欢研究数据 或者是说葡萄品种混合比例 这个是53 所以你不能刚刚讲55 那个是45 所以不能讲说48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喝酒 就我应该是讲 我说长期以来都是有一个所谓的规范 可是我们的规范 可能早期就是法国酒的规范吧 可是我自己喜欢意大利葡萄酒的原因 是因为它打破了好多规范 没有规范格言啦 对 几乎可以是这样讲 就是你喜不喜欢 然后你也不会 因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听众朋友 你一定会说了解 你好奇怪哦 什么标准不一样 当然标准不一样 因为价钱不一样啊 价钱差很多啊 如果你今天面对一瓶 没错 一瓶十几二十万三十几万的酒 跟你今天在面对一瓶 三千块 对就是三千块的酒 我觉得当然心情是不一样的 没错 我觉得那个是直接解封 对不对 直接解放的想法啦 可是就像框明所讲的 大家其实在面对意大利葡萄酒的 就像你 你一开始就是 啊我对意大利葡萄酒的美好印象 可是我们的确在面对 这个意大利葡萄酒的时候 我们还是可以不在乎品种 还是可以不在乎它的品牌吗 要吗 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上一点课啊 我们在喝一道一葡萄酒的时候 还是要爱上它的什么东西 我会比较最建议大家去注意的是 生产者 也就是说 生产者 对也就是说这个酒是谁做的 对不对 比方说你去那个找设计师剪头发的时候 你是指名设计师对吧 对 对不对 你不会说我去曼都 然后我就谁来剪都好 不会你会指名设计师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这个设计师 你跟他沟通OK 他可以信来 对 那喝葡萄酒一样啊 做酒的人是谁 这个很重要 在背后 比方说 大部分 比方说我书里 你刚刚也提到 我是怎么样去挑选出来 对 在书里头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我介绍的绝大部分 不是百分之百 绝大部分是比较小型的 所谓独立生产者 他可能就是一个农夫 然后他可能有几公顷 然后他的年产量 举例来讲可能只有几万瓶 然后可能台湾有引进 可能数量也很小 我就是要问 在台湾碰得到吗 有 现在 有机会碰得到他们的酒吗 有 其实现在台湾的 意大利葡萄酒 进口的这个方面 也是比过去多了很多 新的比方说进口商 所以我想大家都很努力的 在把一些意大利最好的东西 带到台湾来 所以我很建议大家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对意大利酒 希望可以找到一些品质很好 而且重点是价钱真的不贵 真的不贵 相比于如果是其他国家或产区的话 你可以找到一些品质非常优异 而且非常高CP值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可能就不要随便在外面 漫无目的的去找 这样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 我会建议大家去一些 比方说专门进口意大利葡萄酒的 有幸运的酒商 现在很多吗 现在越来越多 比如说意大利葡萄酒的专卖店 有 还是说在网路上 都有都有 你也是这样子 绝大多数时候 对 所以都可以找到一些 比方说这些生产者 第一个他可能规模比较小 并不是属于比方说 我们讲的工业化大量生产 那也就是说 他的葡萄园 像书里头我也有写到有一位 比方说他用所谓的自然动力法 不用农药那些 你问他为什么 我的孩子在葡萄园里跑啊 你说我可以用药吗 这理由是不是很棒 他的理由很直接啊 对不对 或者说他们说 你为什么不用什么 比方说农药啊肥料啊等等 增加他的产量的方法 专业方法 他说我几十年来 我们从来连酵母都没有花钱买过 我为什么要花钱去买那个东西 我本来环境里头就有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多添加 所以书里其实因为他是一个相对来讲 中间友善也就是说他们的环境交通 并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各地区其实以现在全世界 地球村的观念来讲 他们相对是比较封闭的 所以各个地方还能够保有他们的特色 所以换句话讲 邝铭当你一个一个去采访这些小农 对 这些小庄园的时候 其实特别感动 对不对 没错 因为他给你的回答 会觉得说 是啊这理所当然 这个问题好奇怪哦 没错 或许他也会觉得说 你怎么问出这么奇怪的问题呢 对 可是对于我们来讲 很多东西要增产报国 这件事是正常的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来 好再两段哦 好 要讲一下节目 好再聊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陈光明 来跟大家介绍他的新书 喝片意大利 Part 2 品种漫游 这本书是由积木出的哦 积木文化出的书 都非常有质感 希望有一天 我的书也能够给积木出 哈哈 这样是不是很高的评价 对对对 回去立刻跟总编辑报告 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页哦 这个真的很难得 这是全彩 对 几乎是全彩了 对 全彩的一本书哦 然后呢 康明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 对不对 对 你看这张 这张大家可以看到 所谓的环境 刚刚呢 康明在讲 即使他今天是小农 他也会用所谓的自然农法 可是我要跟康明讲 老实讲 我对于意大利葡萄酒 开始胡思乱想 其实是因为基努李维 基努李维 基努李维不是有拍一部电影吗 哪一部 跟那个漫步在云端啊 然后跟一个 我自己认为长得很丑的女主角 这个是粉丝 粉丝永远认为女主角最丑 然后呢 他们就在那边恋爱啊 我不太记得那是不是意大利 可是应该是意大利 有可能是意大利 我记得那个时候就带来一个很浪漫的想法 而且甚至于 还是在加州 不可能加州 不可能加州 然后因为 然后还有就是 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男女主角 在葡萄园里面跳舞 那是因为是在天气冷的时候 他们在葡萄园里面生活 就直接帮葡萄增温 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浪漫的场景之下跳舞 诶是吗 基努李维是在意大利吗 基努李维我觉得也有在加州 法国吗 加州或法国 不可能法国也有可能 不可能加州了 好 没关系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好浪漫哦 好浪漫哦 意大利也有一位超超超性感男星 叫做Ricardo 他后面的名字 我忘记好像是妈妈妈什么东西 然后他也有跟金努李维合演过电影 就有一位在好莱坞 也相对活跃的意大利超帅男星 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事后把他的照片 补起来 他就在意大利南异 自己家里 有酒庄 是的 没有酒庄 他的别墅里头 重满了葡萄 他的度假别墅里就有葡萄园 然后他也梦想要自己生产葡萄酒 重点是我还有去过 为什么呢 他有亲自接待吗 这个故事说起来有点长 对对对 这其实是一个意外 就是我去拜访的生产者 是这一位明星 也就是Ricardo 他邀请的那个顾问 帮他种葡萄的 帮他给意见的这个酿酒顾问 等于是 酿酒顾问 对对 所以其实应该是种植 可能种植跟酿造的顾问 所以其实我是在完全不知情的 我是只有拜访生产者 然后他就路上途中就说 我们待会还要去一个地方 你就一起来吧 这样子 你就走进大明星的家里了 对而且 而且我事先 因为他有告诉我名字 但是你知道意大利人的名字 我一开始也没想到吗 对对 然后我就听过就 然后一看我 Oh my God 原来是这个帅哥 天哪 那你有没有赶快用手机偷拍呢 没有 而且他从头到尾戴的墨镜 所以他真的有在现场 因为我们就去他家喝了咖啡 就大家在坐在那聊天 真的啊 只是因为他就是 他就是毕竟有 因为可能带我去的这个顾问 也有跟他讲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东方人 然后他是葡萄酒作家 所以 陈光明你没有铺上去 我很想 你不想做小S吗 铺上去 我当时非常想 但我可能 我应该有跟他这样子吧 抱着这个 不是这是意大利 这是礼节 意大利式的 对对对 就是脸贴脸 这是礼节 没错没错 这个有 这个有 但是我没有办法铺上去 做其他的 他人帅吗 帅到流鼻血 我直接告诉你 帅到流鼻血 那他高大吗 还是说电视 因为大家知道都有差异 真帅真帅 等一下我到时候 一定要把他的那个 他的照片 对对对 连给大家 放在网站上 那所以等于是你到了 你走进了他 真的是他的家里 对不对 走进了他的家里 而且就是说 我虽然没有看到他的酒窖 但是因为他的葡萄 就种在他的院子外头 而且有趣的是 他其实是在南亿 也就是说 这个明星他家是 就是说他自己是 意大利南部人 所以当然他赚了很多钱之后 他就回家买了一个庄园 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对意大利人来讲 大家如果有机会 如果你有一些意大利朋友 你可能朋友这样问一圈 都家里都有葡萄园 对对 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 这是一件极其普遍的事情 也就是说 比方说 可能亲戚乡下 家里就有谁谁谁的 谁谁谁 要嘛可能甚至连他自己 可能只是有一个小院子 他可能也种了一些葡萄树 他可能也会做一些 自己家里喝的酒 或者如果规模大一点 他可能攻附近 或者是说卖附近的小餐馆 所以我们随便这样举一个 你看连意大利 在好莱坞混到的明星 他的别墅庄园里头 他也有种到 然后他 而且他好笑的是 他说他那里种的是黑皮诺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 哈黑皮诺 可是这里有点热 会不会太热了 但是你知道当然 你们要反问他吗 第一次见面 我不好意思太那个 而且他有顾问嘛 所以当然就是说 带我去的那一位先生 你有收录在书里吗 有偷偷放他的照片 好可爱 完蛋了 我已经画错重点了 歪楼了 对 所以就是说 因为意大利的葡萄酒 生产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数量极度庞大 所以大家 你要靠你自己的力量 去筛选 或者是说你今天 你可能说 你认识一个谁谁谁 他有个朋友 谁谁谁 在意大利 你要进口葡萄酒 没问题 我帮你介绍 我很多 多了 去了 没错 所以说 你要精选到 真的品质很高的 其实并不容易 我必须这样讲 就是说 可是会喝到很烂的吗 也不容易吧 但也有可能就是 OK而已 就 我这样来讲 就是普通 相对普通 并不是多难喝 但是也并没有多高级 对 所以 所以 就是说 这些普通的酒 确实有庞大的数量 所以我希望大家 对意大利葡萄酒 就是说 要打开心中 如果你喝到一个 你觉得没有那么好喝的酒 不要因为这样 就判定说 对意大利葡萄酒不好 没错 你就觉得说 哎呀 意大利葡萄酒是烂 就是 早期真的是这样 就是很糟 早期真的是这样 早期真的是这样 早期 早期尤其是法国酒 正胜的时候 除了法国酒之外 其他的酒都不值得一提 很多人 没错 不值得一提 对不对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 那这是因为 对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你 你可能喝到 就是很普通的人 做的很普通的酒 而且搞不好就他的家酒啊 没错 家酒 不是餐酒 是家 家酒 我认识意大利的葡萄酒 就家酒 对 没错 所以对他们来讲 甚至我去南部 书上好像有一些 真的照片 他们有点像那种 路边的杂货店 就卖的那种 装酒的那种大罐子 有啦 我有印象 其实德国也是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或者是说 我记得我之前在 萨丁尼亚 然后他们买酒 是拎着自己的酒桶 然后去 去打 打酒 不锈钢槽 这样水龙头一开 就打一大壶回家 像打麻油 没错 我们以前的这样子的状态 对 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这些照片好好看哦 花鸣好会拍哦 还是说 等一下 这个人好可爱哦 我要给大家看这张照片 这个老子水山 他其实是嘴对嘴喝 而且我跟你讲 他家的酒很棒 我超爱他家的酒 好可爱哦 他们家就是在一个 在一个非常非常偏远的山里头 他就在一个山里头 然后那个山 那边的气候条件 各方面都非常好 然后呢 但是因为以前他们 来来来 等一下 我们现在还没有开路 开了来 好准备来咯 最后一段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 喝片意大利 part 2品种漫游 这一本新书哦 听众朋友呢 不管你们有没有喝酒 都要记得 酒会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18岁以下不得饮酒 18岁以下不得饮酒哦 我们今天邀请陈匡明 来跟大家聊 意大利葡萄酒 有没有很high 很开心 很开心 刚刚在上一阶段的时候 其实匡明在聊 整个意大利葡萄酒的时候 我脑袋忽然间 冒起来一件事 其实我们家以前 小时候住三重 我们家自己就有种葡萄 而且是酿酒的葡萄树 真的 而且不止一棵 真的 我就在想说 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讲说 意大利人 如果许可的话 家里普遍都会种葡萄树 等于是葡萄树 就跟他们家的一盆花 一盆植物 就类似这样子的态度 可是我忽然间想起来 以前我们家小时候 也是这样啊 葡萄树也曾经是 台湾人的生活啊 我们家真的有耶 我记得我家只有木瓜 你家只有木瓜 而且我还记得我们家种了那个葡萄树的葡萄 很绿色的 然后不大 然后吃起来很酸 就吃起来不好吃 可是我阿嬷就用很多糖去酿那种葡萄酒 好好喝哦 对啊 所以我自己他刚刚宽明在讲加酒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忽然间 有一个很熟悉的东西冒出来 我们家也曾经有加酒啊 葡萄酒的加酒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意大利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 意大利他因为他的国内的地理环境是多山的 所以很多资讯不是那么发达 所以各个地方你会发现去到每个地方 传统的食物什么都不一样 就他们很多传统地方特色都还保留了 所以甚至像我们讲这种可能过去的所谓农业的文化 那些传统也都保留下来 所以才会比方说我现在还可以去到我讲某个山里头 然后他们就是农家 传统的葡萄农 我现在就要给听众朋友 如果你们有追上我们在YouTube跟FB的直播 就是我这样信手翻哦 翻到一张我自己都笑的照片了 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嘴对嘴在喝葡萄酒耶 就是你现在要讲的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很会酿酒的人 没错 而且重点是他的地方 他的酒为什么好 就因为他地方好啊 他就是在一个山里 然后虽然他是在意大利南部 但是意大利南部因为也还有高山 所以他们就是在高山的那一块 就是距离海边就很远 所以他的气候其实是比较偏大陆性气候 虽然是在意大利南部 大家会觉得南部好像一定就很热 没有 因为他有高山 所以那边可以有很好的这个日夜温差 然后他们的酒特别的好 而且他说传统上他们几十年来 甚至过去两三百年 其实那个地方都是酒很好 那为什么以前没有人知道呢 因为以前大家种了葡萄 就卖给比较大的生产者 然后比方说卖给他们 他们会收购啦 没有品牌 每次他的生产商 没有品牌 所以那个收购这些葡萄的这个酒商 就非常有名 但是这些他的供应商 供应给他葡萄的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那现在因为他们都自己装品了 所以我一喝 哇 惊为天人 所以等于是他们的销售模式也改变了 这个很像台湾的蛋 比如说举例啦 台湾的蛋农好了 以前他们也是 还是牛奶养牛 养股牛的人 他们早期也是都收集起来 然后都交给这些 所谓的批发商 还是大的盘商 他们收走 没有品牌 那所以换句话讲 意大利现在也流行这样吗 没错 就是慢慢出现这些小牌 越来越多 所以我才说很多 我认为品质相对优异的生产者 其实都是这种所谓中小型 他就是独自的 我们讲说独立生产者 独立农家 所以大家要锁定的是这些品牌 我比较希望大家可以去认识 并不是因为说 他忽然间自己做葡萄酒了 没有 他们其实做葡萄酒的历史 很悠久 对 也被这些大厂所认可 没错 是不是 没错 我发现了 你去意大利采访这些地方 会拍了一些好有趣的这种图回来 对 他们其实也跟我们一样都是务农的 没错 如果是这样 我找一个给你看 这才更那个 让匡名 因为他这本书是图文并茂 而且都是匡名在拍 全部都是他造访意大利 这是 这是小学生 这是Baroro那边的小学生 我看我看 小学生在干嘛 在喝葡萄酒 小学生们他们可能举比方说 我不知道是以什么为题 比方说大家喝酒 因为那里本来就是一个 意大利最有名的产区 对 所以我在经过一个小学的时候 那个小学 外面墙壁上就有一堆小学生 就像我们台湾有吗 小学生画画比赛 然后画得比较好 就贴在外面 然后每一张图 你就 就是这些葡萄酒 是这么的深入他们的生活 这个不一定是小孩子喝酒 可是他画出了 喝酒人的愉快 没错 两个就脸颊红红的 鼻子也红红的 而且对他们来说 然后再闻 对 对他们来说 他们从小就接受这样的熏陶 就是说没有人会去 要喝醉或者怎么样 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 餐桌上的一部分 就是吃饭的时候 就会有酒 虽然我年纪小可能不能喝 但是我看到大家都很愉悦 或者是说 比方说我们现在马上 要聚餐的各种场合 靠这个来缓和气氛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的确是这样子 我现在只要开始吃西餐了 没有上酒 我都觉得怪怪的 这顿饭好像吃了没有完整 对 就是有一个 我朋友说好像少了一个滋味 这样子的感觉 还有啦 光明所化的这些东西 好多都跟农民有关 就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在 他们在收集采摘 他们在种植 对 这样子的点点滴滴 可是我们刚才其实也有提到 这是什么 你看 梯田啊 还是什么 在梯田上种葡萄 这个好惊人耶 这个是全意大利可以说 我觉得最最最伟大 而且最最最稀有罕见的一个 那个地方 那个山谷整个是一个绝壁 你知道吗 陡峭的不得了 然后如果天气不好一点的话 我爬还要这样手脚并用 因为因为很斜 对 然后他们要在那样子 很陡峭的一个 河谷的山壁上 然后好不容易用石块 气起来 对 这个梯田 而且呢 这些东西 你可以想象 它完全只能手工 而且是就地取材 没错 而且没有办法任何的机器 去采收辅助 所以这些其实 其实我觉得这些地方 应该都是意大利的文化遗产 我闻你 它的葡萄酒好喝吗 为什么要在这么艰困的环境里面 种葡萄呢 这个真的让我一眼就以为是梯田 就像台湾也是 台湾为什么会有梯田 也是一样啊 你要跟天 没错 抢食物啊 对不对 你是很 要很努力的生存 那所以在这个地区 生产的葡萄酒 又是什么味道呢 我好奇哦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梯田 梯葡萄不是梯田 这是在意大利 而西北部 Permonte跟另外一个 奥斯塔 这两个大区的交结处 它已经是 就是说以近年来讲 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 对 所以有很多环境 可能过去被认为是非常好的地方 现在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过热 那这边反而过去会有一点不够热 但是现在反而越来越好 所以变成是国际上也越来越瞩目的一个产区 那他们是非常好的产 非常棒 非常优雅 然后香气非常宜人的一个Nebio 然后是非常好 所以很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尝尝这个地方 不过这里的酒在台湾就真的非常少见了 它的这个小产区叫做Carema Carema 对C-A-R-E-M-A 太有趣了 邝铭下次再来哦 我觉得邝铭带我们讲葡萄酒 除了讲饮食 除了讲文化 我觉得呢 在阅读邝铭的书呢 也是一种旅游 一种另类的旅游 除了旅游之外 还可以跟很多人接触哦 各式各样的种植葡萄酒的人 谢谢邝铭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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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